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在7月19日的凌晨 这个野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 袭击了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这个城市上一个目标 从这个以色列报道的消息来看 就这次袭击以色列没有发现 就来袭的这架野门的 这个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爆炸以后 或者说在这个 他攻击爆炸之前 以色列没有进行导弹 或者其他防御武器的拦截 因为你没有发现 没有预警 结果就爆炸了 爆炸之后 造成了就是以色列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的这么一个重大的损失 那他又经过事后的检验 发现这架无人机 可能是伊朗制造的 但是这个使用者 或者发动攻击者 是野门的胡塞武装 对于这个野门胡塞武装而言 他的这次军事意图 或者这次攻击的意图 就是要采取唯唯旧照 因为前段时间他看到了 就是由于这个黎巴嫩珍珠党 向这个以色列发动了火箭弹的攻击 尽管以色列说 我要把你打回到石器时代去 但是他看到 以色列没有动 没有对黎巴嫩珍珠党进行 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地面的军事作战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攻击 只是进行了一定的空袭 主要的精力 他仍然放在就是加沙地带 仍然放在就是绞杀哈马斯 这个作战军事行动中 那么这个野门胡塞武装 也采取这样的战法 就是我也为未救兆 我打你的这个特拉维夫 或者是以色列的本土的目标 让你在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战争 挺火 他是这样一个军事目的 那作为以色列方面而言 他这次确实是没有发现 这样一个目标 因为这个是无人机 而他说这个无人机 是伊朗制造的 那是不是说 这个伊朗制造的无人机 性能就多么的好 多么的先进 隐身性就多么的强 其实并非如此 你看这次野门胡塞武装 他用的这个无人机 主要是采取了 就是从航机看也好 或者从他的高度变化看也好 他有一定的特点 因为无人机 他有很多的 比如航线也好 高度也好 他是可以预先设计好的 就是装钉在这个无人机上 咱们讲无人机 他是咱们讲AI 就是无人操纵 但是他是设定好 高度速度 还有航线的 那他在接近 就是以色列这个目标以后 开始下降高度 因为他下降高度之后 就进入了雷达的死角 或者是盲区 不容易发现 再有一点 就是无人机 他的动力一般是靠电池 他这样的电池的 这种发动机 比我们讲飞机 固定翼的发动机的噪音 小的多的多 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噪音 加上他这个材料 是一般的是负荷材料 和少量的金属 所以你在雷达的反射波上 又是在盲区里边 又是这个反射波极小 我们叫隐身飞机 不就是这样吗 低可探测性 你很难发现 所以以色列呢 没有发现的 他结果可能就是用这种低空进入 这个进入之后呢 就朝着目标去了 因为以色列方面说呢 他这个爆炸地点呢 离美国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这个办事处呢 比较近 那由于他已经爆炸了 没有在这个 就是办事处的上空 或者附近 这个很接近的地方爆炸了 我们不得而知 他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但起码就是他离 就是美国驻特拉维夫的 这个办事处是距离比较近的 而且他的这次袭击是成功了 这样呢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无人机的成本很低 因为几千美元就可以买下来 那这个你要对他进行拦截 无论是导弹的拦截 还是其他的防御武器的拦截 这个成本都很高 恐怕要几万十几万的美元 而且你还不好打 因为在自己的城市上空啊 你一打了之后 他这个爆炸物啊 会散落下来 对这个自己的建筑和人员呢 就是造成损害 你必须要把它在境外 或者是靠近无人区这个地方 把它拦截下来 可是他又低空突防 你很难在这个区域里面 预先发现 预先攻击 所以这给以色列今后的防空啊 带来了问题 那么作为这个野门胡塞武装而言啊 他并不需要改变 就是武器装备的这个性能 因为还是这样的武器装备 他只要改变使用方式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远距离的时候 因为他毕竟距离 这个从野门到以色列距离 这个距离比较远啊 那如果他是放在船只上发射 那距离就可以省很多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在远处的时候 可以用相对的高度要高一些 因为空气相对阻力小一些 他的速度就可以快 这个航程就可以增加 等到他接近以色列的啊 这个区域的时候 他得快速的降低高度 一下就进入了雷达的盲区和死角 那他就可以进行相应的突防 而且他可以选择在各个不同的时段啊 来进行啊 这种吸扰或者是攻击 所以呢 这个呢 就给野门胡塞武装啊 对打击这个以色列的目标呢 提供了啊 可以说比较好的 对他而言是比较好的这个战力啊 就是用这种战法 其实武器装备应该说没有变化 并不是因为他获得的这个无人机啊 有了多么好的隐身性 或者是增加了他的爆炸威力 其实只是他改变了他的战法啊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